这是阿婆第一次当妈,有点过于仓促了 得来了就是客呀,看你水量这么大,小名就叫消防栓嘛 大名啊,叫王花啦 哎呦,想想就美得慌 消防栓哭得正厉害,试着给孩子买张床吧 这孩子确实是来得突然啊,连床都没来得及准备 可能是孩子出生才知道怀孕吧 两口子都不聪明 花五百块钱给消防栓乒乒乓乓撒出来一张硬板床啊 睡觉老实点,容易扎刺儿 咱家实在是太穷了啊,连床垫都买不起 咱家这窗户说白了就是墙上有个洞啊 连窗框都没有 下雨的时候记得自己钻窗底下 这孩子从小啊,就得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首先这个得志体就是一套 不骂人不被骂谁骂消费 呀,我们家里有新的家用电器了啊 一个玩具电话 玩这个就能长智力啊 瞧瞧我们的消防栓 不用交就会打电话了啊 竟然大点就能打碎了他 来了新消息了 哦,是我的朋友圈 我上传了一张照片 你的一声啼哭 我仿佛听到了天籁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 大手拉小手 哎呦,这个温馨呢 点赞的人可真不少 孩子他爸也 嗯,孩子他爸 各位都是看视频标题进来的人 各位都了解这个情况 此时此刻的UP还在严谨的分析 孩子他爸点了赞 就说明孩子他爸另有其人 那这个孩子他妈会是谁呢 我,孩子出生才知道怀孕的傻姑娘原来是我 嘿,这半天入错角色了 这我得媚一点啊 消防栓爷爷奶奶来了 给孩子买了套衣服 呵,这个这个这个 这就感觉像光头墙小时候啊 长大可别跟两头熊一起玩啊 挣不着钱 我又发了朋友圈了啊 我太爱晒娃了 专业晒娃艺术家 叮咚,来人了 社区的李大妈理解老得快啊 李大妈来慰问贫困户来了 哟,李大妈不是我跟您吹 您猜我家墙上哪个是窗户 傻丫头 你家连顶旁都没有 何来的窗户啊 好嘛,我们家跟麦都住一个圈里啊 迫于经济压力 选择了看广告五倍慰问金 叮咚,又来人了 邻居王阿姨啊 斗消防栓被作了一口 哎呦,怎么摇我手啊 我跟你说小王啊 这可不得了啊 你可得好好教育一下 小孩子不能从小就关着他 你看我们家宝宝多乖 哼,我这活汤又上来了 您来干嘛的呀您啊 他刚四四天脏牙了嘛 就说咬你 听大屠人脑子怎么跟土拨熟塞的啊 面临抉择的时候到了 撕他还是人了 凭什么呀 哎呦,怎么上纲上线啊 哎呦,哼,你还真敢舔脸问呢 不如我们就比比孩子吧 我们家孩子品德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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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就从您这几个呵呵呵 сделал 你借娘们可不像好连哪 崩堤品德了 您瞧想您家孩子长得跟彩花似的 可是真随了您啦 借品德等级还来我家找存在感 真想瞎了你那双晋似眼了啊 母家消防酸嫩自清晰 醋三缸四四天 就已经能分辨好坏人了 好人母家消防酸可从来不咬 哎呦怎么听上去像说一条狗啊 别的不说 至少母消防酸已经赢在旗袍先生了 我们家孩子呀 体能一般般 比不了比不了 咬 还假装比不了 瞅你家孩子那样 那就是不行啊 把那一做跟个奋队似的啊 就这个水瓶来我家找猜来了 连来三个大嘴巴 大家心里都舒坦了 小小得志提美劳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自打上次维护了正义之后 有大半个月家里都没来过客人 这不孩子满月啊 母妹一家三口啊 出去拍张全家福 哎呦 孩子他爸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消防酸长大要随他爸呀 我就不要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赞 点赞过一半 消防酸的成长日记继续更新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